暑假到了孩子们长时间会待在家里头 感觉上很安全 其实在家里头也暗强许多的危机 为了提醒大小朋友可以遵循安全守折 此季医疗法人特别为3到7岁儿童 量身打造策划发表新书 哎呦喂呀 我的家孩子的居家安全攻略绘本 以简单的故事情境搭配活泼生动的绘图 让大小朋友认识家中的危险因子 然后小朋友也在看的时候发现 哎怎么这边有个剪刀 怎么会这样子这东西怎么乱丢 绘本中的可爱插图 以简单贴切的故事情境 描述着家庭当中暗藏的危险因素 这是持绩医疗法人为了应应暑期 从急诊经验出发 收集儿童意外事故最常发生的原因 专门为3到7岁的儿童量身打造 策划发表的新书 哎呦喂呀 我的家孩子的居家安全策略绘本 以夏天来讲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是溺水 所以其实溺水这件事情 花莲有很多的池塘啊 或者是有很多的野稀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希望能够更提醒家长 不要真的那么放心 好像那个河流在我们家附近就绝对安全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其实在家里的浴室浴缸 这些很浅的水 只要是孩子年幼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危险 所以我们就是借由这本绘本 把这一些在客厅在卧室在厨房 任何孩子到得了的地方 有可能发生的危险 把它用绘本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个绘本跟其他的绘本比较不一样的是 每个故事中间我们都有一页 是给家长的话 就是提醒家长 如果在像这个故事是厨房 这本绘本是由花莲慈祭医院两位医师 张云杰、小宇超共同撰写 并从家中客厅、厨房、浴室、卧室、庭院等空间 发想出许多生动故事 再由智商绘本画家永子老师绘图 同时也出版有生书 只要扫描书中所附的QR Code 就能听到生动有趣又有临场感的有声绘本 让大小朋友一起检视住家环境 让阅读更加有趣不无聊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